我愛台灣 我愛台灣的好朋友 用台語大聲說出對台灣的愛 前澳洲巨台代表陸真儀 去年才剛離任滿一年 如今就帶著女兒返台 舉辦新書澳台情依回顧發表會 分享她在台灣三年期間的種種回憶 跟工作紀錄 你好 大家好 很開心再次 與老朋友好夥伴回面 我很榮幸 今年來澳台關係 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進展 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跟台語 陸真儀2021年派駐台灣 期間積極推動台澳關係 不只簽訂各項計劃 貿易方面 台灣更成為澳洲第七大貿易夥伴 雙邊從經貿合作到能源供給 都是合作重點 台澳關係近年來有大幅的進展 因為同樣受中國霸權威脅 雙邊因為共享民主自由價值 攜手合作 對抗極權 台澳關係有一點點進展 在未來就有更長的進展 所以沒有現在的開始 就不會有以後的大步 我很榮幸今次體驗到台灣社會的開放 多元與任性 台灣的民主長久 令人讚嘆 欽佩 台灣的民主 自由 儘管的新主 和人和居住 陸真儀強調 他是台灣永遠的朋友 這場新書發表 包含監察院長陳菊 中游董事長李順青 議美董事長高智上都來捧場 期盼台澳情誼不只深化 還能持續升溫 民視新聞林靜莊等明 排比科到